为了让弱势家庭的孩子 重拾快乐和笑容 台湾世界展望会秀灵中心 特别透过了综合才艺方案 让25名支柱童 接触喜欢的音乐和乐器 31号还邀请他们 一起来到了花莲火车站前的广场 为8月1号的原住民日 进行了无可利利 吉他弹唱 以及原住民舞蹈的快闪演出 穿上祝福的大小朋友 尽管有些许的害羞声色 仍然齐声祝福大家 原住民族日快乐 在8月1日的原住民族日前夕 台湾世界展望会秀灵中心 多过综合才艺方案 让25名支柱童 接触喜欢的音乐和乐器 在31日迎对的最后一天 邀请他们集聚在 花莲火车站前广场 办了一块闪活动 因为爱相聚在一起 展现短短几个月来的所学 也这次活动鼓励孩子 勇敢展现自信 接触人群 那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是我们台湾世界展望会秀灵中心 办理的综合才艺班 那特别是帮助我们展望会 所受助的家庭的孩子 他们能够在课后之余 有一个他们学习的才艺 让他们能够发挥他们的自信心 能够有学习有些成就 那他们在3到6月的时候 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课程 那特别是在这个礼拜当中 他们有做了一个集训 那今天算是一个小小的成果发表 那我们也希望让这些孩子 透过有这样的展现的舞台 能够去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让他们在对自我的认同上面 能够有更多的肯定 我们这一次参与的孩子 大概20多位 那其中也包含我们自己自立的 就是已经读大学的孩子 那他们也来做他们的音乐的演出 希望能够分享他们的音乐跟舞蹈 让更多人看见 现场的大小朋友们 有来自阿美竹、泰鲁格朱等 各自用乌克利利弹奏揭开活动序幕 接着是吉他自弹自唱 以及圆明舞蹈的表演 尽管现场出入车站人潮众多 孩子们略嫌紧张深色 但仍努力弹奏 也获得路过旅客的掌声和鼓励 市长会表示 期盼能获得更多大众的支持与协助 支持台湾世界展望会 助学行动 转变孩子们的未来 记者长邦彦华联士报导